大家好,我是Stan 在昨天上传了 被韩网骂爆的影片后 有很多人留言问 原作结尾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就想要为了 不知道原作结尾的部分大家 介绍一下原作网卖是怎么结束的 以下内容完全是剧透 所以还没有看但是一定要看的人 跳过这一段 首先简单整理一下 电视剧的最后一集是这样的 在警夺军车祸死去后 回到现实的渔泥 知道了当年是谁要杀自己 也知道了当年警夺军的死 自己也是共犯 因此在20年后的现在 他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与奇迹投资欧瀚代表 向顺扬一家复仇成功 最后 远泥对于自己以警夺军的身份 活了17年的这段时间表示 这不是附身 也不是时间旅行 而是忏悔 对于警夺军的忏悔 也是对我 远泥的忏悔 重新回想这一段 也觉得 而原作网慢的结尾是这样的 警夺军最终复仇成功 拿下了顺扬集团 成为顺扬集团的会长 然后警夺军来到 与与与与与死去的地方 为他献花后表示 安息吧 这种程度的话 对于你冤枉的死 也算是有了个交代 然后就以警夺军的身份 继续活下去了 这是多让大家都很舒服的结尾 然后在这里想要再吐槽一下 罗航母网友们搞不懂的地方 第一 警夺军在悬崖 头上中了一枪 掉进海里了 却在一个礼拜后 健康的活过来了 第二 秘密资金七千亿 警夺军在世的时候 已经捐出去了 为什么重新 与与与与与与醒过来的时候 那个秘密资金还存在呢 第三 警将警会长应该要以 飞机事故离世 但却活到最后走了 剧中一直强调的 发生过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 个屁 第四 不管与与与与有没有意图 他确实是 警夺军死亡事故的共犯 但是他没有报警 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而且称密资金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 还笑着跟他打招呼 第五 警夺军是在与与与与的眼前 车祸离世的 他明明都知道 这些都是顺杨家的阴谋 却到15集为止 好像一直都不知道 警夺军的身份 结果在16集 公开自己是共犯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再怎么拍得好 结尾烂掉的话 真的是没什么用了 之前在海外论坛 流行过这个梗 魔界三部曲 结束快20年了 仍然有很多粉丝 也有数百万的人重新再看 帕里波特系列 结束快10年了 仍然有很多粉丝 也有数百万的人重新再看 王爵Game 结束只有一年 粉丝团垮掉了 谁都不想要再看 不过也跟大家说一下 虽然是少数少数 但其实也能看到 比起原作网曼结尾 更喜欢电视剧结尾的人 所以大家是比较喜欢 网曼还是电视剧的结尾呢 下个消息是 之前我们有看过 很多航母网友们 想要看到 前辈科普后辈歌曲的舞台 不过实际上 应该会很困难 但是真的有前辈 虽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科普 但也算是科普了后辈的歌曲 而且唱的真的真的非常好听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华萨哥恩黑一节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